说起杨幂 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了 童星出道的她 经过多年努力 早已跻身一线 是娱乐圈中举足轻重的女明星 想到她说过的一句话 我才是那个人嘛 就知道她如今的成功都是靠自己打拼来的 尽管很早就出现在荧幕上了 但杨幂早期的发展并不顺利 都是饰演配角 当时作为跑龙套的她因为演哭戏不到位 被暴躁的导演当众就打耳光 那个时候的杨幂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女孩子 再加上青春期 因此对于她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即便是这样 她依然咬牙坚持拍戏 随后她还经历了因拒绝潜规则而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也正是这个经历 让她立志要让自己强大起来 其实在娱乐圈潜规则是十分普遍的事 很多女明星为了上位 或者博得关注 都会不惜牺牲色相 而对此杨幂则大胆地表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需要的事情 对于这种潜规则也是大家各取所需 直到出演《宫里的情川》 杨幂才真正打开了流量的大门 让越来越多观众认识她 随后的事业发展可谓一帆风顺 从当初的默默无闻到现在被人们都了解和知晓 她其实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在无数个艰难的岁月当中 她坚持了下来 在事业越来越红火的时候 她更是自己开启了公司当上了老板 虽然她没有完美的婚姻 但也算是人生圆满了 大红大紫之后 拥有了无数粉丝的支持 她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供她选择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每次看到杨幂都是意气风发的模样 她对感情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 在记者问她 生活中的她还期待爱情吗 杨幂大放直言 天天都在期待爱情 但是真的也没有付出过多的努力 所以是不是也算白期待了 杨幂觉得如果太刻意 爱情反而就变了味道 当提及现在年轻人都不敢谈恋爱时 杨幂大大咧咧回应 我只是会衡量会权衡 如果太麻烦的话就算了 当然 爱情永远值得被真诚对待 前提条件是先整理好自己的生活 不得不说 真正自信强大的女性 不会将爱情视为生活的全部 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活得清醒又通透 离婚后的杨幂气场也明显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以前那样 楚楚可人受人保护的样子 而是改走成熟风格 除了演艺事业上的拼命 杨幂在时尚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凭一己之力带火了机场穿搭的杨幂 现在又凭借一己之力 带火了日常私服 因为她的人气很高 身材好 所以她身上的商业价值也引起了策划商们的注意 最近有网友将杨幂十年前 为可乐公司做广告的照片给挖了出来 看了之后都便是太料人了吧 广告中杨幂身穿一件红色无袖的拼接连衣裙 因为广告片是在国内播出 所以也完全采用了大面积红色 繁琐精美的刺绣也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 恰到好处的剪裁 将杨幂的完美身材大方地展现了出来 杨幂的妆容和发型也很简单 头上扎着冲天变 虽然这样的设计用现在的眼光看有点一言难尽 但是杨幂的武光和身材跟现在没有区别 那些说人家整容的人该闭嘴了 除了身上必要部分有遮挡外 其余都采用透明设计 美点身材底子真的驾驭不了 网友直呼太撩人了 杨幂曾经说过我可以变老 但不能变胖变胖是对自己的不负责